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万到上百万 有的更大一些 这些贷款都是有房子做抵押 而且要满足贷房的一些条件才能够成功 由此经常有人被介绍来问我 是不是能让我帮助找一些贷房 能借两千到两万元的无抵押贷款 借款周期一般都在一个月到一年之内 这批人的数量特别大 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主要原因就是临时出现周转问题 需要救急 在短期内就还 数量也不大 现在想讲一讲我知道的情况 在多伦多民间 到现在为止 我还真没听说哪个个人愿意提供无抵押贷款的 也听到一些传闻说是 赌场有借无抵押高利贷的 在网上也看到某些地方 你只要肯拍无衣服的照片 让人家存档就能借到无抵押贷款 可是我也没有真正见到这样的人 当然这些都不是正经的买卖了 当我接到有人打电话想借款的人都很着急 我就耐着性子给他们解释原因 我说呢 听了你的故事 我感觉你不是在骗人 确实需要钱急用 到期还肯定愿意还 关键是呢 万一由于某种原因 真的还不上了 那我那些贷款的朋友 怎么能把本钱拿回来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贷款的人是你自己 你肯不肯把钱带给一个陌生人 而且冒着连本钱都拿不回来的风险 这么一说 大部分人都表示可以理解 我最后跟他们说 如果你的信誉好 最好还是去找朋友家吧 但是你要知道 在加拿大 一般来说 朋友之间是一不借车 二不借钱呢 这就要看你的信誉和你的运气怎么样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